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房地产泡沫濒临破灭边缘 现在就连中国社会科学院 也看不过去当局的因应措施 公开的发文向当局来喊话 中央社报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房地产金融中心主任 尹中利在中国新闻周刊 传述文章建议 住房实施限价措施 是为了要缓解房价上涨的压力 而新房价格实施限制 可以有效地阻止土地价格上涨 对于房价的影响 在房价快速上涨时 来推出限价的政策 短期之内可以达到平易市场的目的 2017年之后 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 某种程度是出于限价 限购跟限贷的政策 他认为限价政策实施一段时间之后 已经开始出现的副作用 由于新房限价措施 一些热点城市出现新房价格 大幅低于中古屋的现象 导致短期套利资本涌入来购买新房 住房限价措施 没有让需要购置住房的老百姓受益 反而让投机的资本套利 取消新房限价措施 有利于活络经济 在房市供给有重大改变的情势下 必须要适时地调整政策 近期中国辽宁 重庆 云南 广西等省份 加入了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行列 根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 目前已经有六个省份 已经发行或者是代发特殊再融资债券 规模达到了3200亿元人民币 这是为了让地方政府通过借新债 偿还旧债 今年的发行额度达到了3.8万亿 再创下新高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近期各地政府被债务传声 以至于要依靠新债来还旧债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消息指出 继内蒙古、天津之后 辽宁、重庆、云南、广东等省份 也加入了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行列 10月9号 辽宁、重庆、云南、广西 披露了发债材料显示 四个省份打算要发行 用于偿还乘量债务的再融资债券 规模分别是870.42亿元 421.9亿元 533亿元 498亿元 市场将这一类的债券 称为特殊再融之债 实际上用途是为了要偿还隐形的债务 至此内蒙古、天津、辽宁、重庆、云南、广西等 六个省份 发行规模大约有3200亿元 财经评论人士郑旭光受访时表示 中国政府下令地方政府发债 其主要的目的是要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 防止暴雷的现象 借新债、还旧债这当然不是解决根本问题之道 它就是要缓一口气 不要让债务违约 否则会带来很多经济的问题 这跟银行都是相互关联的 地方债务主要是从银行来借 根据报道跟公开资料显示 另一类特殊在融资债券用于奖励债务管控好的地区 2021年10月到2022年末 北京、上海、广东三个省份 合计发行了5042亿该类的债券 用于置换隐形债务 而这也助力了三个省份隐形债务的清零 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去年的地方债是35万亿元 城投债是60万亿元 三年疫情导致地方债突然的暴增 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你经济不好的时候 你还是要靠地方政府负债 你看那几年地方政府负债称称的上 到现在五年的时间 我们又受不了了 我们债务的周期越来越短 从20年到14年到5年 这一年地方政府再到城投债市场上去融资 但是又不让它融资了 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从市场上 基本上是融不到资的 他听说有一些地方甚至用财政资金来还债 金融学者司令则认为 这一轮的债务危机难以化解 只能够透过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来拖延时间 勉强度日 这个信号表明了中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省份 其地方政府累积的债务规模 单个省份超过1000亿元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财力亏空的情况已经被严重的低估 另外今年发行特殊在融资债券将近4万亿元 新增专项债在2015年首度发行 当年发行规模为1000亿元 其后逐年的增加 2018年超过1万亿元 2022年达到了3.65万亿元 而2023年额度创出新高 达到3.8万亿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号会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书末时说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后者似乎抱之以理 表示美国跟中国将一道塑造这一个新世纪 这可能会让一些人联想起奥巴马时期 短暂出现的所谓中美国的说法 法广评论文章写道 当时习近平对书末说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 这决定着人类的前途跟命运 而书末回应时则守住了竞争的底线 但是也很有分寸 他说两个超级大国竞争是很正常的 我们欢迎竞争 但是我们并不寻求冲突 习近平跟书末的会晤长达80分钟 这也体现了中国对这一次会晤的重视 显示出在位11月份的拜习会来创造气氛 从电视画面看 场面也比较轻松 习近平跟书末平起平坐 可能有人说这是骑马的礼仪 但是也来之不易 毕竟中美气球事件之后 那一段时间的剑拔弩张 布林肯国务卿到中国 都不能够肯定会不会见到习近平 那时候见是见了 以往领导人会见外宾 大多都是左右对坐 来显示主客平等 但是那次习近平独坐手端横排中央 美中代表团官员则分座左右两侧 对于这一种不对等的外交场景 有网民形容 犹如王朝式的外交在线 当前正是中东形势急剧严峻的时刻 两人会面时 书末直接了当地对习近平说 过去几天在以色列发生的事件令人发指 我敦促您和中国人民 与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 谴责这一些懦弱跟恶毒的袭击 书末对习近平说这些话 因为他对中国外交部之前的声明感到失望 书末10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在他的要求下 中国外交部更改了对乙巴的声明 增加了对乙巴冲突 造成平民伤亡感到十分痛心的句子 习近平能够让外交部改动句子是不容易的 这是否意味着中方要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了吗 这是美国议员代表团 2019年以来首次对话访问 书末已对北京态度强硬书名 从双方的谈话当中 看不出他在多大程度上对中方施压 虽然有咨询 但是回应的也多 显然也有为11月旧金山拜习会铺垫之意 从习近平9号的说话来看 双方好像开始沟通了 美方也在做一些具体的姿态 比方说韩国公司获得到了 对中国出口芯片设备 以及产品的护免 再者有人10号驾车袭击旧金山中国领事馆 而美方也表态愿意跟中方来合作调查 不过华尔街日报报导 预计拜登政府最早将在未来几天之内 推出更新版的出口管制措施 进一步的限制中国获得到先进制成半导体 跟芯片的制造工具 但是路透社上个礼拜报导则说 拜登可能会暂缓公布对华出口芯片管制的升级措施 来确保拜习会能够顺利的进行 文章认为习近平说 没有任何的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这句话引起了不少观察人士的深思 但说中美关系究竟是谁搞坏的呢 如果从基辛格暗度陈仓 偷偷地访问北京散起 再到邓小平要韬光养晦 再到今天的剑拔弩张 连表面都不顾了 如果不去深究中美关系存在的深层问题 简单来说 应该要归咎于北京的战狼外交 而战狼外交是怎么产生的呢 大约跟习近平的东升西降的判断不可分离 那么现在北京改变语气是为什么呢 或许可以举出一堆的理由 美国高科技封锁 外交四面楚歌 经济困境 前景暗淡等等 但是文章也提出一问 现在习近平也想韬光养晦了吗 还来得及吗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7号突袭以色列 造成数百名以色列平民丧生 以色列随即向哈马斯宣战 并将这场袭击形容为以色列的911事件 中国虽然希望跟以色列在经贸跟科技领域来提升关系 并且试图扮演中东的和平缔造者角色 但是却不愿意对哈马斯滥杀平民来进行明确的谴责 这也引发了以色列跟美国方面的不满 究竟中国为何不愿意谴责哈马斯呢 美国之音报导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号 在评论以色列遭受到的袭击时 呼吁各方克制 落实两国方案基础上 追加了反对跟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 凑辞力度稍有提升 但是仍然不愿意谴责哈马斯 并且拒绝将哈马斯发动的袭击 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 中国外交部8号呼吁有关各方 保持冷静克制 立即停火来保护平民 防止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并表示平息以巴冲突的根本出路 在于落实两国方案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方面认为 中国这个表态谴责力度不够 对中国在当前的局势下提两国方案 更是愤怒 路透社的报道 原引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 高级官员瓦克斯的话说 以色列原本预计 中国会对哈马斯表达更强烈的谴责 他说当人们在街头上面 被谋杀跟屠杀的时候 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 哈马斯在1997年 被美国国务院列为 外国恐怖主义组织 美国方面对中国有关袭击 过分温和的表态感到失望 10号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他在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 提出了这一项不满 他在与习近平会面时说道 他对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感到非常的失望 因为该声明没有在这个困难时期 对以色列表示同情或者是支持 以色列人将哈马斯此次发动的大规模袭击 称为以色列的911事件 显示了袭击对以色列人生命 财产精神造成的深远创伤 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 中国明确地谴责了恐怖主义 向美国政府做出友好的姿态 在一段时间之内改善了美中关系 不过国际问题专家 对中国借着此次以霸危机 来提升中美关系的意愿跟能力 已经不抱希望 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的政策事务总监 弗里德曼表示 他不认为中国不会抓住这次的机会 去提高跟以色列的关系 他们更关心的是被外界视为中立 中国正试图采取比美国更中立的立场 试图在世界上被视为一个更中立 更诚实的中间人 而不一定像美国一样 站在以色列一边 这跟他们想要在发展中国家 获得到更多的影响力是一致的 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 负责研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 上策也认同这一点 他说 中国一直向阿拉伯世界倾斜 甚至是流氓国家支持的非国家行为者 中国近年来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 高调地介入中东和平斡旋 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分析指出 北京在这一次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问题上的态度模糊 是为了要维持跟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大国的关系 对美国的斡旋努力形成了对峙 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和平斡旋当中的关键物件 在中国的推动下 沙特跟伊朗今年三月恢复了外交关系 这也增加了北京在中东的地缘政治权力的筹码 但是与此同时 在美国的斡旋下 沙特跟以色列也在试图将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 哈马斯反对美国协调下的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努力 分析表示 这可能是哈马斯选择在此时来袭击以色列的动机之一 因为哈马斯不希望被边缘化 终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的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魏凯利受访时说到 哈马斯为了破坏美国支持下的沙特跟以色列的协议 做出了这一步 以沙关系正常化协议会将沙特纳入到美国的轨道 这对中国是不利的 阻止协议对中国才是有利的 他说中东地区多方进行的外交关系正常化 将会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国家 跟以色列来实现正常化的合作 而这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不希望看到以色列人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被屠杀 但是中国也确实希望看到沙特阿拉伯 站在中国这一边 袭击发生之后 哈马斯方面公开的表示 发动这一个有组织的袭击行动 得到了以色列宿敌伊朗的支持 美国华尔街日报8号独家报道指出 伊朗的安全部门官员策划了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突然袭击 而中国跟伊朗的关系 也因为哈马斯这一次的袭击受到了更多的检视 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 负责研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上策说 北京对伊朗的支援 特别是正在进行的对伊朗石油的购买 有助于该政权资助哈马斯的能力 这样说应该是不过分的 魏凯利说 伊朗每拿到的一分钱都会被用于铲除以色列的奴隶 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是这样 2005年伊朗当时的总统曾经表示 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他说给伊朗提供金钱 就是要对以色列人来执行死刑 魏凯利说 中国的作用是通过了提高伊朗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 将其纳入上海合作组织 让其加入金专国家 承认伊朗是一个正常化国家 提高伊朗的勇气跟信心 所有这些都让伊朗更有信心对平民 跟儿童来发动如此可怕 恶劣野蛮的袭击 值得注意的是 自哈马斯10月7号 突然对以色列展开袭击以来 中国网络上的反犹太情绪高涨 大批网民们批评主要由犹太民族组成的以色列 遭到攻击是咎由自取 分析人士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所获得到的有关哈马斯 以及以色列的资讯不对称所造成的 对于中国网络上的反犹情绪 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魏凯利 在受访时表示 这来自于对现实的错误解读 他说这是由于缺乏获取优质资讯的管道 在中国并不会真的有反犹太主义 或者是对于以色列或者是犹太人的仇恨 这是洗脑的一种 这发生在你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的时候 你只被灌输某一方的说法 这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中国近年来增加了与以色列的联系 特别是在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科技交流 跟投资合作 但是魏凯利认为 在政治方面 自从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 也就是万龙会议以来 中国在所有的国际社会场合 百分之百的反对以色列 就连弃权票都不愿意投 他甚至直言不讳的说到 历史证明中国的中东政策 其实就是在方便的时候来出卖以色列 目的是要博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另外中国网络上 一直在流传着有关犹太人的阴谋论 这些阴谋论宣称犹太人 通过了共计会这样的社团 秘密地掌控着美国政界商界 乃至于全世界 中国官方媒体在过去 也曾经报导过所谓的犹太人 对美国不成比例的控制 人民日报主管的中国经济周刊 2012年在一篇报导当中写道 根据美国媒体对美国各个领域的影响力进行排名 赚美国人口仅为3%的犹太人 操纵着美国70%以上的财富 其在美国经济、金融、政治、外交等方面有重大的影响 是所有美国最强大的少数族裔 一篇2009年中国青年报的文章 也做出过类似的指称 但是并没有提供资料来源 不过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台湾研究主任王亚秋认为 不能够把中国网络上的所有反友主义 都归咎于中国政府 但是政府推广的刻板印象 跟错误的叙事模式 无疑对这样的情绪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指出 由于中国当局通过审查等 多种发生限制民间不同的声音 反对反友主义的观点很难流传开来 就算是在中国社会里面 有人想要提出不同的观点 并且驳斥仇恨的刻板印象 他们也很难做到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剪辑你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